黃聰明你昨天有喊出說參選北市長是要擺脫藍綠 但是昨天蔣萬安暗酸不會隱瞞自己的政黨 而且屬性是不會變來變去的 你怎麼來看他這樣的回應呢 而且尤淑慧議員也說您最會操作這個顏色的政治 您怎麼來看 台北市在八年前已經超越了藍綠 台北市民在八年前選擇無黨籍的候選人 我想他們可能還沒有跟上來吧 黃副師傅也可以說明一下自己的黨籍 這個一路從政以來的變化是什麼原因 我在第一次參選的時候是新黨 後來新黨他們就很多的同事 我那時候還是被開除的 因為他說我沒有去總登記 後來我就加入了親民黨 我在親民黨二十年 所以我不知道他說變來變去是什麼意思 黃副可以聊一下昨天那個影片 好像有講到說要挑戰鐵馬到台南 真的有這樣子嗎 挑戰鐵馬到台南 有啊 我第一天 第一年 前年我是騎到新竹嘛 我的目標只是林口 我後來騎到新竹 第二年我的目標是台中 結果騎到彰化 然後彰化再來是200公里嘛 明年我的目標是300公里 所以我想要騎到台南 我要跟市長PK 叫他去騎到高雄 那講完就說 像說你們有錢 然後他有腳 他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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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錯了吧 他應該講錯了吧 應該是兩大政黨跟我比起來 應該是只有我才有 只有我是有腳 沒有錢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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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